大家好,我是小颖,欢迎您来到我的养生频道。 吸烟能让人放下烦恼,在应酬时来上几根烟,能提高气氛。 也正因为如此,让很多人明知吸烟有害,却放不下烟。 长时间吸烟,尼古丁和其他有害物质,首先侵害的是肺部, 而在近些年,肺癌发病率直线上升。 大部分是因为吸烟导致,因此要警惕身体有这几种情况时, 肺部受损要采取养肺措施。 身体有哪些情况说明肺部受损? 1.嘴唇发紫 长时间吸烟让肺部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时,会对呼吸道造成影响, 导致氧气控硬运转时不能到达面部。 尤其是嘴唇血液供应不足,经常有发紫发黑的症状。 2.经常咳嗽 当肺部受损,最常见的症状就是咳嗽。 肺部有异物,会通过咳嗽来缓解不适。 这种咳嗽大部分是干咳。 而在肺部受损加重,咳嗽会加剧。 3.呼吸补偿 呼吸道受影响,肺部受损。 呼吸会有困难。 长时间吸烟让肺部处于被侵害的状态。 氧气输送会受阻,也就会有胸闷气短,呼吸补偿等问题。 4.藤中带有血液 经常吸烟会让肺部堆积垃圾毒素。 这些排睡不出,会以痰液排出底外。 而肺部受损,痰液中带血。 长期吸烟会导致肺部多积毒素。 除此之外,虽然你没有吸烟, 那么你坐在吸烟人的旁边,你也是正在吸入二手烟哦。 最好的方法当然是不吸烟,不吸入二手烟。 但是很难避免如此的事情发生。 所以要怎么才能将你的肺部清理干净? 其实大家知道吗? 不少茶叶都具有清肺的作用。 今天小编就为大家介绍几款清肺茶。 首先我们先准备菊花。 吸烟人群想要降低对肺部的伤害, 可以多喝这几款清肺茶哦。 长期吸烟对胃也会造成影响, 引起胃酸分泌增加, 诱发胃炎、胃溃疡, 反流性食管炎动疾病。 此时通过饮用陈皮菊花茶, 不仅可以养胃, 还能调理烟草、盐烧引起的咳嗽、 胃火、鼻腔灼热等问题。 那么这款陈皮菊花茶要如何准备呢? 我们准备一杯的分量, 所以我们只需要4-5朵的菊花即可。 我们再少量准备陈皮, 加入杯子中。 现在我们只需要倒入热开水, 让它浸泡至15分钟就可以饮用了。 陈皮菊花茶具有清理肠胃、 下气消失等作用, 适合慢性胃炎患者。 其次, 菊花还具有清热去火解毒的功效。 对于口干上火、 咽喉肺灶、 视力模糊, 都有非常好的调理作用。 陈皮也含有挥发性的油脂, 对气管有微弱的扩张作用。 所以陈皮和菊花一起使用, 可以起到一定的抗炎效果。 接下来准备第二款的清肺茶, 就是绿茶。 科学家曾经在动物上做过实验, 证明了茶中的R茶素 可以降低血液中胆固醇的含量。 人体实验表明, 它可以抑制血小板聚集, 减少动漫硬化的发生。 绿茶中含有黄铜醇, 也可以防止血块和血小板肿块, 减少心血管疾病。 绿茶对人体有抗衰老作用。 绿茶中若干有效的化学成分和维生素 一起起到了这个作用。 特别是茶多酚、咖啡因、 维生素C、芳香足化合物 如脂多糖等, 可以增强人体心肌活动和血管弹性, 抑制动脉周样硬化。 降低高血压和冠心病的发病率, 增强免疫力, 从而起到抗衰老的作用, 延年益寿。 绿茶中含有福, 其中R茶素可抑制制雨菌的作用, 减少芽菌斑和芽周炎的发生。 茶棕所含的丹宁酸既有杀菌作用, 可防止食物残留繁殖细菌, 有效防止口臭。 所以在吃饭后可以喝点绿茶来预防口臭。 大家可以直接买包装的绿茶, 或者是散装的绿茶放入杯子中, 加入热开水, 让它浸泡至少15分钟即可。 因为燃草的燃烧会产生一些化合物, 这些化合物会导致动脉内壁增厚, 血糖升高, 容易引起血栓, 动脉硬化等问题。 此时多喝绿茶, 其中的R茶素可以更好地预防胆过程 在血管壁上的沉积, 同时还能起到降血糖的作用。 而且绿茶中碱具有利尿作用, 可缩短吸烟所带来的有害物质 在体内的停留时间, 可以起到利尿解毒的作用。 接下来再准备第三款茶, 就是罗汉果茶。 罗汉果又称为甲苦瓜, 经不换还被誉为神仙果, 其营养价值非常高。 新鲜的罗汉果每100克 焊有高达400到500毫克的维生素C, 同时还含有果糖、葡萄糖、 蛋白质等物质。 从中医角度来看, 罗汉果具有润肺清热、 生经止咳等功效, 适合用于吸烟引起的肺热、 肺灶、咳嗽等情况。 而且中医还认为, 罗汉果性为肝酸凉, 能清热凉血、排肠毒嫩肤等作用。 同时还适合治疗吸烟引起的 咽喉肿痛和咽噪等现象。 从现代医学角度来看, 罗汉果中含有低肝乳醇, 其具有止咳作用。 同时又适合用于高血压、 轻光炎、 辅助降血脂、 改善肥胖等症状, 将吸烟的危害降到最低哦。 将罗汉果切碎。 用废水冲泡10分钟。 制作视频不易, 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如果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您有帮助, 请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 或者在视频底下留言加一,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10分钟后不拘时饮用。 这款罗汉果茶可致慢性咽喉炎, 尤其是和缓解肺因不足出现的 咽喉干燥不适、 喉痛失音、 咳嗽口干等症状。 老烟民还需要注意补充其他营养物质, 从多方面见低咽草的危害。 最后要提醒大家, 如果可以的话, 尽量将吸烟的这个习惯戒掉, 这样才会保证你的身体健康, 肺部也健康哦。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是小颖, 我们下期再见啦。